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都在这有现场的这个实验环境 所以呢也不需要重新再启动这个虚拟机 将可以节省一点大家的时间 那么紧接着下来我们就继续进行下面的内容 上一个小节刚给大家介绍了这个Wheel Catapult 它的几种deliver这个定途deliver payload的这个到目标机器上执行的这种这个工作方法的使用 那么我们说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呢 要么是你写一个你要想达到免杀的目的的话 要么你写一个就是谁都没用过的这个一个一个shell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免杀 因为你之前从来没出现过所有防毒软件都没有你的特征码 所以谁都杀不掉你 那么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使用各种这个creator 来对他进来对这个payload来进行加密 让他原本会被杀毒软件所查杀的那些个病毒的这个特征码 那么通过加密把这些特征码给他改变掉 那么改变掉之后呢 那么杀毒软件往往就查不到这是一个病毒体 或者是一个木马的payload 那么这是第二种思路 那么第三种思路呢 就是我们上一个小节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利用 未有cataport 那么这种思路呢 是说我不在你目标机器的这个系统里面 存放任何病毒体的这个payload的文件 不以文件的形式存放在你的机器上任何文件 那么我的做法呢 是通过这个内存传递的方式 直接把这个payload的代码传到你的内存里面 然后通过一种某种机制 某种方式去让代码在你的内存里直接执行 这样的话不以文件体的形式存到你的硬盘上 那种基于文件体来进行查杀病毒的那些个杀毒软件 面对这种类型的这个木马病毒的payload 那么它就会失效 所以这之前等于是给大家介绍了三种思路 那么接下来这种思路呢 和我刚才说的那个第二种思路 也就是通过加密的方式 把它的特征码进行修改 和内容方式呢 有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这个处理手段 达到这个目标的这个手段 却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说这个第二种方法呢 是通过这个加密的方式 把它的特征码给它改掉 那么但是 不同的杀毒软件 它会查你这个是按什么特征码 来确定你这个文件是这个病毒体 还是一个正常文件 那么它通过是哪一个字符串 哪一段特征 来这个确定的 那么不同的杀毒软件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这个 比如说三门铁克查你这个病毒体 那么它里面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文件里面只要包含ABCD 我就认为它是这个 这种类型的病毒 但是如果到麦克菲呢 麦克菲定义这个特征码的时候 那么每个厂家的 在定义同一种病毒的特征码呢 可能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一样 麦克菲定义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你这必须是XYZ 有这几个字符连续出现的 这个字符串 XYZ这字符串出现的话 那我就认为你这个病毒体 是某种类型的病毒 比如说三门铁克认为你有ABC 是这个灰鸽子 然后麦克菲认为你有XYZ 就认为你是灰鸽子 那么他们的这个特征码 往往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想达到 让你的payload 对某一种类型的 某一个品牌的这个 这个杀毒软件 实现免杀的话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按我刚才说的那个 病毒检测的工作原理 给它逆向思考一下 如果说三门铁克 它查的是你这个文件里面 是否还有ABCD 这个字符串的话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 要做的最根本的事情 其实就是我先找到 三门铁克这个杀毒软件 是通过查哪几个字符串 来确定你是这个病毒的 把这件事确定出来 那么如果把这件事确定出来的话 我只要把这个文件里面相应的 这个特殊的字符串 把它一改用 那么这个杀毒软件 就不再认为它是病毒了 我们简单化一下 假如说这是这个病毒文件的 所有的这个代码 那么这里面有这个ABCD 然后这个所有的二禁制的这个代码 都在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说三门铁克 它查的就是这里面 这个ABCD 连续出现的这一个字符串 如果三门铁克查的就是这个字符串的话 只要有这个 我就认为这是灰哥哥 那么如果我们能找到三门铁克 认为哪一个字符串 就是某一个类型病毒的这个代表的话 找到精确匹配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只要把ABCD给它修改一下 改成这个XYZW 改成这四个字符 那么三门铁克就不再认为它是这个病毒了 因为它的这个病毒特征码 特征字符串 在三门铁克看来 这已经发生变化了 而这个XYZW 在这个三门铁克看来 这是一个正常文件里面 会出现的字符串 它不认为这是一个病毒里面 会特定出现的这么一个字符串 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件事的话 那么只要把这个特征字符串 给它改了 三门铁克就不再认为它是病毒了 所以就可以实现免杀了 那如果说你把所有的杀组软件的这个特征码 全都最后确定出来 全都改掉的话 那你就可以做到全面上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 Full undetected 全面检测到 全面上这么一个效果 那如何能做到这件事情呢 这个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那么为什么说没什么好的 特别好的办法呢 这个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三门铁克 它到底是把哪一个字符串 认为是某种类型病毒的这个特征码 它是怎么定义的 这个完全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能做的 就只有使用笨办法 笨办法也就是说 这也擦了 都擦了 同性化一下 最笨的办法 就是说把这个病毒 把这个配漏的吧 我们还统成为配漏的 把这个配漏的 我们给它分块 分成很小很小的一块 一块 一块 每块大小 都把它分成相等的这个字节数 好 这个以此类推 就全给它分块 一直分到最后一块 全都分完了之后 全都分完了之后 可能是很大的一个文件 你把它分成很多小片段之后 分完了之后 我们来这个足块 来进行这个组装 第一块 那么通常来说一个 比如说一个PE的这个执行程序文件 那么这个PE执行程序文件 首先这个最前面 这块就是我们上一个小节 会给大家看到那个什么MZ 就是通过抓包 我们看到那个MZ MZ MZ打头的 然后后面是什么 This program is not 什么run in DOS MSDOS 等等那样一串 那么它这个PE的文件格 是最起始的那一部分 那么大概都是以这一些个 这个标准的PE文件头格式 来进行这个封装打包 那么最开始这个第一 第一块里面 肯定是包含这个PE头的 然后第二块里面 这个可能就只是这个 二进制程序文件里面 后面紧跟着那些个 二进制的部分 然后第三块 第四块 第五块 以此类推 那么我们的做法呢 是先把第一块 先生成这个一个文件 这个生成第一个文件呢 只有第一块内容 然后再生成第二个文件 第二个文件呢 里面包含这个第一块和第二块 然后就把这每每生成的一个文件 都拿去给防病毒软件去做查查 如果第一块一查 可查不有病毒 说明这个特征码就在第一块内容里面 如果没查出来 我们就把第二块贴上来 贴上来之后再交给防病毒软件去查 如果还没查出来 再把第三块贴上来 然后再交给防病毒软件去查 直到说贴到比如说这个 贴到第比如说这个 100块 贴到第100块的时候 前面都没查出有病毒 只有贴到第100块的时候 那么发给防病毒软件去查的时候 防病毒软件说 哎呀这是一个病毒 这是一个规格的物码 那么你就可以确定说这个 那个特征字符一定在这个 第100块里面 然后你再去第100块里面 去排案这个方式 去把它进行这个不断的分块 然后分成更小的块 最后这个不断不断缩小 这个块的大小 最后最后就可以确定到 说具体是哪几个字符串 哪一个字符串 这个这一串字符匹配到一起 被这个防病毒软件定义成 是它的针对这种类型 是针对这个病毒的 这个特定的这个特种 你就可以确定出来 但是我从开始就说 这是一个笨文 那么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 就这么一个方法 当然这种方法呢 你虽然是个笨文法 但是你只要是这个下功夫 下到足够功夫 把这个块切到足够小 然后足够精确的去定位 这些字符串的话 最后你是一定能够找到 这个这个特种板的 好 那么这就是我所谓的这一种 叫做另一种这个免杀的思路 找到了这个特种码 比如说找到了ABC 那么你把ABC改成XYZ 那么就可以实现免杀了 当然这个防病毒软件呢 有可能说对这种类型病毒的 这个定义呢 并不是这个一个简单字符块 有可能是这个几个字符块 拼合在一起 那么你就如果说没有匹配到 那你就接着往后再贴其他的块 一直到把所有的块都贴完 总归能找到这个特种码 好 那么这种方式呢 我们说那如何把一个二进制的 程序文件给它切块 然后切成等大小的块 我得用什么工具呢 那么其实有一个现成的工具 就是这个E-Wade E-Wade 这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呢 它是一个Windows的执行程序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下吧 这个很好找 那么在网上有很多地方可以下载到的 我也忘了它的这个具体的官方地址是什么了 大家自己去找一下吧 我就不在这提供地址了 然后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这个工具 那么就放在我这台Cali的这个桌面上 就是这个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Windows的执行程序 在Linux的下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Windows的下 有这个One的这个虚拟环境 那么 所以其实也可以利用One 来执行这个Windows下 这个E-Wade 这个E-Wade 这个E-XE的执行程序 那么我们就用 OneE-Wade.exe 回车 好 这就是它的这款这个软件 它的这个界面 那么我们刚才应该已经生成过 几个这个Payload出来了 我们找找那几个Payload放那 然后拿这个E-Wade 来给它做一个切片 这个E-Wade的这个工具呢 它没有这个什么免杀呀 什么别的特别高级的功能 它唯一的作用就是 我可以把一个输入文件 Input Fill 给它切片 切成多大一片呢 这个大小你可以自己出镜 默认情况下是5K 5K字节 好 那我们到V2 下个Lab里面 找VideoEvation 下个Output 这有一个6.E-Z 这是上一个小节 给我们生产的一个Payload 然后我们就拿它来说吧 比如说这个OpenFill 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是 是 放在 VAR 目录下的 Lab下面的 WaleEvation 下的 Output 里面的 Compiled 6.E-Z 我们可以看一下 6.E-Z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 大小是 107K 如果切成5K 一个的话 大概能切出 212个 这个文件 好 我们现在先做这样一个测试 就是我先把这个6.E-Z 给它拷贝到我的物理主机上 哎呀 这个6.E-Z 对我的这个 物理主机上的这个Windows Defender 居然也是免杀的 就是它的默认就已经是免杀的了 那么 如果说它不是免杀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切片 来这个确定一下 具体哪一个 它的特征码 这个 Defender 它认为的特征码 是这个 放在第几块里面 那算了 我们也不重新再做这个Payload 我们就拿这个6 来说吧 比如说这是我们这个输入文件 然后输出呢 这个 切片 就切成5k 这么大的大小 然后选择输出文件 输出文件 我们要选一个目录 放到root下的disktop下 我们新建一个目录 就叫这个 随便了 ESD 好 OK 那么 我们把这个6.ESD 来进行切片 切成5k 一片的这么大小 然后呢 这个竹片的去进行累加 然后输出的所有的文件 会有二十几个文件 都放到ASD这个目录下 然后 没别的可做了 就是Splate 来进行切片 Complete successful 就是切片完了 切片完了之后 可以在ASD这个目录下 生成二十几个文件 我们把它改成一个 改成这种这个列表实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共就是多少个 二十一二个应该是 二十二个 那么这二十二个呢 先是这个第一个5k 第一个片段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逐个片段 拿到 拿给杀图软件去杀 如果说第一个就查出来了 那么说明这个特征码就位于第一个片段里面 如果第二个被查出来了 就位于第二个片段 第三个被查出来 就位于第三个片段 总之到 第几个文件 第几个文件被查出来 就说明是 第几个片段里面 存在着特征码 然后我们再不断的把这个片段的大小进行细分 最后就能找到那个精确的特征码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是5k 然后就10k 15k 20k 25k 每次增加一个5k的片段 把它贴到之前的这个文件 每下一个文件都是在之前的那个文件的基础上 把下一个5k的片段 附加上去 贴上去 比如说现在是这个 这个第二个文件 第二个文件被查出来 就有病毒了 那么 就说明这个特征码一定是位于第二个片段 然后如果你确定了这个精确的这个特征码 位于这个片段里面 递多少个字符的话 当然你得不断再把这个片段切小 5k也不行 然后切1k 1k不行 切这个512个字节 或者切到100个字节 50个字节 10个字节 这样的话最终把那个精确的特征码定位出来 一旦定位出来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用一个这个16进制的这种这个文件编辑器 来对这个文件里相应的那个特征码来进行编辑 把它修改掉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这个通过查杀病毒 发现说第二个文件就会被查读软件所杀掉 那就说明这个特征码就在第二个片段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像hexeditor 这种这个16进制编辑的软件 那Windows下其实有大量的这种类型的图形化界面的这种类型的工具 在这个Linux下呢 那么我们可以像什么有ghex 这个或者像这个hexeditor这种命令行的ghex ghex呢是一个这个图形化界面 就是ghex放任的情况下没装 然后我们可以装一下 这个很小 这个1兆 我们可以装一下 如果不用这种图形化的这个界面的工具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就是hexeditor 这种这个命令行的界面的工具 然后test100.exe 好回事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编辑它的这个 16进制的这个文件的内容 像这个MZ开头的 就是这个Windows的PE文件格式的这个文件头 然后我们可以往下翻页 比如说翻到了这个你具体想找的那个特征字符所在的位置 比如说吧 比如说我们找到了最后它的特征字符 就是这个假如说是demand 这个特征字符 凡是有demand的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病毒体 那么这里面还有我们的这个IP地址 1.119的IP地址 这都是名文存放的 好 我们这样吧 假设说就是这一串 凡是有这一串特征字符的 他就会被认为是病毒 那么我们就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一串内容给它修改掉 修改的时候呢 我们就找到 找到它的具体的位置 比如说是这一行 这一行比如说是从这个WC勾什么开头的这一串 这个字符串 那么如果是这一段 他就认为是特征码 那你就可以把它改掉 我改的时候第一个字符 这个73 73 表示是S 然后后面是点点点三个点 就是00000 然后57 就表示是这个大写的W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改了 改成4 47呢 就变成了G 然后这个C C是43 然后可以把它改成33 然后这个6A 把它改成8A 然后74 改成44 然后51 改成11 随便改吧 总之就按这种方法 你都把它这个再改的全都改 改完之后呢 这个杀毒软件就不认为它是这个病毒了 然后最后我们按这个Ctrl加X 退出并且保存 然后指定这个保存的文件名 OK 这样的话 这个注意我们大家注意修改的时候啊 一定是要这个修改 修改完了之后 要保证这个文件的这个大小 不发生变化 也就原来是ABC的话 你替换就把它替换成XYZ 你别把ABC替换成就剩一个X 然后后面 让这个文件的字节数少了两个 那么它有可能破坏文件的完整性 所以要改的时候呢 一定要这个 不要破坏文件的这个体积大小 字节数不要变 这样修改完之后 然后你再拿去给杀毒软件去插下去 如果说杀毒软件已经不认为它是病毒了 那你就可以精确的找到这个特种码 然后已经成功的 成功的制造出面纱了 但是这种面纱呢 就是纯粹是笨办法 不是用什么特别高深的加密啊 然后等等这个cryptor啊 或者混淆啊 都没用那么多复杂的技术 就是一些纯的笨办法 也可以实现面纱 好 诶 我们看看那个G Hex 是装完了吗 好 装完了 装完了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G Hex 用它打开它 然后test 10000.exe 这种图形化的呢 看起来会舒服一点 然后定位它的这个位置啊 天积量啊什么的 都会这个容易一些 就比这个字符界面下要舒服的多 比如我们要改这个这一串的话 另外像这个192 如果是想改这个IP地址的话 你想把它改成这个呃 从119改成这个120 那么这个是什么 39 表示是这个9 我们把它改成40 诶 不对 不是40 30 然后把它变成0 然后前面这个32 改成这个120 这样的话 就把IP也给改掉了 当它下次再连结的时候 可能就连不到1.119 而会去连这个1.120 那么 这是我们猜测啊 在这 总之就是利用这种方法 那么图形化界面呢 看起来会这个稍微操作起来 会方便一点 嗯 总之最终的目的就是精确定位到它的这个PLOG 但是这种呢 是 呃 你是这种方法比较适合说 你已经确定 你要植入PLOAD的这个目标系统 它已经安装了某种类型的沙渡软件 然后你想这个就专门绕过这一种类型的沙渡软件 那你可以用这种笨办法 但如果说你想绕过所有的100种沙渡软件 用这种笨办法的话 真的是太笨了 那么要花大量的这个时间 在消耗在这个切片 然后不断检测上面 呃 好 那 这是 这一种思路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介绍的这个免杀的思路呢 已经大体上可以分成四种 一种是自己写这种谁也没用过的这个PLOAD的代码 一种是PROAD做加密 一种是这个 呃 用内存传播的方式 就是不写文件 然后绕过那种文件型病毒沙沙 呃 那么现在又介绍了一种是用这个 这个 直接去通过分片的方式 精确定位到这个PAY 这个特种码 然后把特种码改掉 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一共四种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今天最后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这个 这个 集合了这个代码混淆 然后多态 以及这个 呃 定制编码等等这样一些个 技术的 这些手段 这么样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的作用呢 就是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把你已有的 EXE执行程序的PLOAD 或者是它内建的 这个MSF的这个PLOAD 把这些PLOAD 通过代码混淆啊 然后定制编码啊 通过多态的方式 然后把它 生成一个免杀的 这么一个 呃 生成一个这个免杀的 这么一个这个PLOAD 嗯 嗯 好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这个 shelter 这款工具 那么这款工具 它的这个免杀效果 也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这个支持多态 多态也就是说 你这一次运行shelter 用的这个所有的参数 指令选项都一样 对同一个PLOAD 呃 生成这个加密 代码混淆 生成新的PLOAD之后 那么 每运行一次 生成的这个新的PLOAD 它的这个特征码都不一样 每一次都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我运行了一次生成的PLOAD 被杀多软件全都 全都能插杀 然后你就放弃了这个使用shelter 那么 你完全可以再尝试一次 再用shelter 用同样的方法 再生成一个PLOAD 然后再去这个 在线多远性的这个 网站上去插杀一下 有可能第一次 是插杀比例特别大 然后第二次 就是有一个两个 或者有限的几个 这个杀多远性 才能够把它插杀出来 因为它有这种波态的这种特性 好 那么下面我们用不到这个 Windows这个 用不上Windows虚拟机 我们先把它关掉了 然后 我们先把刚才这个 6.exe这个执行程序 我们先把它拿到在线更远性的 插杀网站上去插杀一下 然后呢 再用shelter 为它进行一个混淆 多态 然后编码 加密之后 然后再去这个网站上去插杀一下 看看这个插杀比例 是不是有所降低 好 我们先把它拷贝过来 VR下的lab 下的reo evasion 下的output 下的compile 下的6.exe 拷贝到当前目录下 好 对点exe 拷贝下来之后 然后我们到这个在线多引擎查读的网站上去对它进行一下插杀 我们看看这个网站访问速度怎么样 如果不快的话 我们还用wear scan 看来这个node distribute还是挺慢的 我们试试翻墙之后 是不是会快一点 好 好了 我们用这个烂灯吧 好像这边会快一点 这还没打开 算了我们就用这个wear scan 没办法 因为这个node distribute的网站打开太慢了 我们在这 那我就得先把这个6.exe 拷贝到物理主机上来 诶 这边也打开了 既然打开了 我们在这试一下 6.exe 扫描 好 我们让它先扫着 然后我们先不管它 一会儿来看这个结果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运行这个shelter 这是一个专门用来做免杀的这么一个工具 有wear evasion功能类似 那么首先这个工具一旦运行的话呢 我们需要先选择它的这个运行模式 运行模式呢 一个是这个auto auto的话就是自动 我们只要选择很少的选项 那就可以有这个shelter自动的给我们生成这个加密之后的配路 或者选择这个menu 选择m的话就是手动 手动的话你就需要跟这个程序呢进行更多的交互 然后才能够最终生成出一个加密的配路 或者说h 那就是一个帮助手册 帮助手册 会告诉你说auto是表示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menu是表示什么意思 我们出于简单呢 直接选auto吧 因为它需要做的工作是最少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要对哪个PE程序来进行加密呢 我们先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 这个shelter呢 目前这个shelter它只支持对32位的PE程序来进行加密工作 如果你是64位的程序 对不起它加密不了 如果你是Linux的程序 那对不起它也加密不了 然后它的工作的时候呢 它工作的这个过程呢 它的工作方式是说我们先要指定一个这个模板 模板也就是类似于像我们在使用这个msf 那个venom那个命令生成这个payload的时候 可以通过-x参数来指定这个模板 那么模板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指给它一个正常的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正常的文件呢 是就是普通的这个一个工具软件 然后这就完全不是病毒 然后这个shelter要做的是呢 你先指给它一个正常的模板文件 然后呢它把它的payload 去这个通过各种混淆 然后加密封装 然后打散之后 加入到这个模板的这个exe的执行程序里面 从而实现对这个payload的一个隐藏 然后再加上各种混淆啊 然后加密啊的手段 最后就让这个最后编译出来的 编译生成出来的这个最终的这个payload 是免杀的效果 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但是这个shelter呢 它毕竟是一个做poc的这么一个工具 那么它不是专门开发出来给hater去使用的这么一个工具 所以它在把这个模板 在对模板进行添加payload的代码 然后又加密封装混淆之后呢 它会把这个原来这个模板程序的功能 给它这个就是把它给打坏掉 就让它原来这个程序的这个功能失效 那么这一点和这个真正的hater 黑铲里面用的这些工具是不一样的 真正的hater他们要实现的目标呢 比如说要把一个这个操作系统的CMD文件 然后和你的这个payload 这个木码程序绑定到一起 那么绑定到一起之后呢 hater们想实现的是说你的CMD文件的这个 CMD文件的这个功能是不损失的 你每次敲CMD都会敲出CMD窗口 你在CMD里该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每次运行CMD的同时呢 都会同时把这个payload的代码也都执行起来 然后把这个该建立反弹链接 建立反弹链接 然后该获取shel获取shel 所以就是真正的hater想达到的目的是说 模板文件的这个功能不损失 让你还可以正常使用这个软件这个工具 但是你每次使用这个软件工具的时候呢 都会自动的把这个payload再重新激活一次 那么这是真正的hacker想达到的目的 而这个shelter呢 它是给这个测试人员或者是红蓝对抗 红蓝对抗的时候使用的这么一款工具 所以它的这个做法是把你模板程序的功能就是编译之后就给你失效掉 不让你再能够成功运行的 好 那么这是shelter它的一个基本介绍 另外它只支持32A的PE程序 所以这点大家要清楚 那么接下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选项就是PE的target 那么这个target呢 也就是说你要指定那个模板文件 那么我们 模板文件呢也是需要指定这个32A的这些应用程序的 32A的PE程序 只有能拷贝一个吧 usr share下的这个windows binary 下面的这个还是用plink plink.exe 拷贝到当前目录下 然后因为我shelter就是在当前root的目录下 这个当前目录运行起来的 所以我在这就直接输入这个plink.exe 就ok了 否则的话如果说这个plink不在这个shelter运行的当前目录的话 那么我们还需要指定它的完整路径 plink.exe 回事 然后它会先对这个plink.exe呢 做一个这个备份 把它备份成一个plink.exe.bak 这是原原始的原本的那个plink.exe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原本的这个plink.exe呢 复制一会儿 然后对这个复制出来的这个plink.exe 增加它的payload啊 然后做各种混淆啊 变码加密啊等等的相关的操作 好 现在还有一系列的处理还没有处理完 好到这儿 到这儿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payload 你刚才选择的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文件 那不是并读题 也不是这个木马程序 不是payload 那么下面你要选 那个刚才选择那plink是个模板 模板已经选好了 接下来你要选往这个模板上加什么payload 你可以加这种这个maxplot的这个集成的这种反弹的shell 反弹的payload 然后也可以指定一个winexe 就是如果你有现成的这个exe程序的话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6.exe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6.exe 来把6.exe这个二进制程序的这个内容 给它附加到那个模板plink里面去 所以这儿呢我们先选L L表示说这个 不是L 选C 选C是这个定制 就是如果你选L的话 就从这列表也去load 然后你选定制 定制这个selectpayload 我们选6.exe is this payload reflect the dll load 我们选择看看h吧 enable支持for dll with reflect load 先no吧 因为它不是一个dll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exe 好我们先来试一下 看这样能不能把它给帮起来 它会用这个 polymorphic 还有这个 overforce cutting 就是混淆 混淆这个代码 现在就在做混淆啊 然后波态啊 加密啊 等等这些动作 好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会使用到一些像什么 堆的这个heap lock 还有这个virtual lock 等等这些手段去进行这个 代码的一个注入 好 好我们这个过程就要做很多的工作 都在后台去做 因为我们选择自动方式 所以这些都不用我们手中去参与 只要稍微等一下就OK 好等待过程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6.exe被插杀的结果吧 39个插杀引擎里面有10个插出来 6.exe是有问题的这个程序 好这个我们看一下百度百度百度查出来它是有问题了 是个木马 还有这个Doutor web 啊 后面的多一些 总之是25% 查出来25%的杀毒人员查出来是有问题的 好我们稍等一下 回车 Enter to continue 嗯 又回到这儿来了 我们看看选load呢 选择payload by index 选择7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这个搞完了已经 6.exe 那么 啊 刚才的选择可能有点问题 没有 p.link 13 1.13分完成了 嗯 嗯 应该不是它 我们重新选吧 set command 6.exe 就会重新指定这个 这个 exe 这种程序 按 code payload 然后 whi bn decode 然后 whi bn decode 下入一些个joke j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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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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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稍等一下 应该快了 应该快了 这个过程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编码啊 加密啊等等相关操作 所以对CPU会是一个比较重的负担 还是要刷等一下 现在还没有完成 等这边运行完成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把它这个编译出来的这个 这个 p-link 拿到这个网站上 来 重新检查一下 因为这个 编译完的这个 这个 p-link 加密完的这个p-link 里面呢 就包含有6.exe 当然它做了代码的混淆啊 加密等等这些处理 看看是不是能够 提高一下这个免杀的这种 概率 啊 我要等这么长时间吗 我们要不暂停一下录制 一会儿等它编译完了之后 我们再回来 好 我们回来继续 这边呢 这个 用shelter 来进行这个加密的操作 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这些加密的这些所有手段 混淆啊 加密啊 这些手段都已经处理完之后 就shelter自动就退出了 因为活已经干完了 干完之后呢 就生成了这么一个新的p-link 我们看它这个时间是这个 1.28分刚刚生成了 这个就是已经捆绑了6.exe的 这个之后的payload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它这个捆绑6.exe之前 和捆绑6.exe之后的这个文件大小 其实是没有变化 p-link.exe和p-link.exe.bake 那么它们两个文件大小是没有变化的 下面我们就来这个拿这个p-link.exe 这个刚刚加密混淆之后生成的这个payload 拿到这个在线多远性插度网站上去查查一下它的效果 大家还记得刚才这个6.exe吧 它的这个插刷率是39分之十 也就是25分之大概 这种插刷率 p-link.exe p-link.exe 好,扫描 发现一下这个页面吧 server not found p-link.exe 重新扫描 诶,我这上网出问题了吗 我把它拿到我这个物理机上来进行插杀一下 这个虚拟机好像掉网了现在 我把它cp-link到我的media.exe 我把它拷贝到我的物理机的这个地盘里面 好,然后在我的物理机上来进行插杀 都是到同一个网站上 这个XX的结果应该是可以进行比对的 看这个p-link 扫一下 好,我们一会稍等一下 一会来看它的最终的XX结果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 抗病毒软件 查出来它是有问题的 居然是江民 我们国产的江民杀毒软件 它的病毒库呢 是,这还都是比较新的 是7月18号的病毒库 然后其他的有7月19号的 哎呀,这个好像 这个杀毒软件似乎很久没有更写的 14年的病毒库 我居然这还有一三年了 大部分都是这个16年左右的 现在有两个杀毒软件查出有问题了 刚才我们在没有用shelter进行加密的时候 是有10个杀毒软件查出来 所以有问题 好,从现在看来呢 这个成绩一定是比刚才要好的 现在已经35个查过去了 还剩4个 那么现在只有3个杀毒软件查出 所有问题 38 还是3个 39 完成了 39个杀毒软件 最后只有3个发现了 它有问题 其他的都没有发现它有任何问题 是吧 这边ClimAV查出来 它是有问题的 但是似乎爆出来的这个病毒类型 也不是说它是一个木马 还是这个 远程控制软件 而是一个什么Winpacker 好像说它是一个打包 经过这个打包工具 打包了的这么一个执行程序 并没有说它是这个木马 然后还有Fport Fport呢 是 这个也没有把它定义成是这个木马类型 反倒是只有这个我们国产的江民软件 江民杀毒软件 识别处它是一个这个backdoor 是一个后门 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只有一个识别处 它是这个后门上去 其他两个只是怀疑它是有问题 那么这个结果已经非常的 非常的好了 包括像什么瑞兴啊 麦克菲啊 趋势啊 塞满铁克啊 都没有发现它有用途 所以这个免杀效果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shelter 在实现免杀这方面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而且shelter 这个 这个效果非常好 好 那么 OK 我们这个小节的内容呢 那么就到这里了 那么 通过之前的介绍 似乎这个shelter它的使用是最简单 然后这个免杀的效果 那么到目前为止也是 我们测试的结果 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 好 那么后续的章 后续的小节里面呢 我会给大家再介绍几种类型的这样的可以实现免杀效果的这样的工具 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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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